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二位的标签是什么 打了仨错过错过错过 你都错过什么呀 先说我第一个错过 上台演出前喝酒 那天我演的是爆菜名 平常都挺好 蒸羊糕 蒸熊掌 蒸露尔 烧花牙 烧竹鸡都能下去 那天是喝多了 然后这个脑子就不跟嘴了 在台上就忘了 然后就出来什么 烤面筋啊 烤酒的啊 鱿鱼啊 第二个呢 那时候对这个相声行业 这个规矩啊 没什么概念 什么老先生啊 老前辈 没这个概念 那天我是第三个演 但是我没进去 第四个是一个老先生 叫汪恩路 他就接我的厂 那天还整赶上老先生 闹肚子 他刚蹲厕所里 他搭档就给他拽出来了 穿大褂他就上去了 然后等他下来 我也穿好大褂 我就接厂 我跟他也没说什么 我就上去了 上去等我下来 我有个专业老师叫新曲 跟我也是一个团 他接我的厂 我一撩帘 一撩那个侧木帘 然后我就看见新曲了 我要跟他打招呼 我刚要打招呼的时候 他上来就给我一嘴巴 当着后台 所有人面指我鼻子问我 王中阳你有爹吗 我说我有啊 你没有 你要是有 老先生不可能满后台问 这孩子有爹有爸爸吗 没规矩啊 没教养啊 给老头道歉去 这件事我记得特别深刻 在台上也有规矩 在台下更应该有规矩 就是做人的规矩 第三个错过对我来说 非常的重要 我过于盲目的自信 我有十年的时间 在天津学习演出 然后有人请我上西安天喜院 我当时很自信啊 我最好的段子 偷斧子 天津地域性非常强的 里面有师父经啊 这些东西 讲的是办白事的 这些东西 到了西安人家 没这些风俗 说了不到十分钟 就让观众给我轰下来了 你下去 你下去这么喊我 我演完 我大罐都没脱 西安有城墙啊 我在城墙跟哭一球 你犯过这么三次 非常严重的错误 那在这之后 是不是对你也是 一个非常大的教育 有没有非常大的提高啊 有教育 尤其是我第三次 太重要了 我珍惜观众 我希望他们乐 他们对我所有的意见 我都能接受 我要不断地加油 我希望所有人 都能认可我 我也希望 王春阳能越来越好 好 真是这样的 特别在意观众的反馈 每天演出完之后 要翻我们的微信群 看看观众提什么 建议意见了 要有观众说 今天王春阳老师 穿的大褂颜色不好看 马上做新大褂 我们俩搭档 近一年 做了十身大褂 换了三件采访 你看我不知道 各位发现没有 我们这搭档 从一上台到现在 脸没有乐过 没有笑过 这个笑啊 本身也是一种 自信的表现 我觉得可能也是 跟你之前犯过那些错误 特别你刚刚说 在西安那次 非常沉重的打击 也许有关系 其实一个人 太自负了不好 但是过于不自信了 也不好 今天大家鼓励鼓励 所以陈阳在我们这儿 笑一下好不好 也就这意思吧 你再放开一点 你还不说不笑呢 你再放开一点好不好 嘿嘿 哈哈哈哈